2014年文化部原住民村若文化发展计划及日起开放提案 文化部表示目前约有一半的原住民人口前居都市 而且每年还在增加 至于原乡则是面临人口老化、青壮年人口外移等问题 并不利于原民文化传承发展 因此110年特别把提案分为都市文化行动 以及原乡文化行动两大类型 居然有更多都市原民团队提案申请 并篡起原乡文化的传承及发展 不管是原乡或是都市文化行动的提案 文化部都期待能够结合原住民青年体现自发行动 掌握社区营造在地智慧、知识与文化 并在面对新时代和新危机的现在 青年们都可以善用社会设计、公民科技、共享串联这样的精神 然后去协助原住民族都市及原乡的文化传承发展 而为了因应各地情况激发多元提案方向 文化部也鼓励族人跨欲连结 呈现族群文化发展脉络 结合原乡部落族人 那在这两场的说明会呢 我们都邀请了专业讲者 针对原住民族文化主体发展的当代思维这样的议题 希望呢让更多人可以透过这个议题的了解呢 去认同自己的自身的文化 投入文化传承相关的工作里 说明会也会有六个场次的咨询小教室 都过一对一的协助希望能增加各单位的核定几率 然而在去年的计划核定团体中 有团体表示虽然随时有辅导员在计划执行期间可以协助 但是还是希望文化部能够亲自到部落 听听部落族人和提案单位的声音 我希望他们来听一下我们到底是想要做什么 不是说他们把我们的计划修到他们符合的需求 透过提案单位核定单位的回馈 以及实际执行的成果 文化部期许原住民村落文化计划能更上一层楼 而今年申请方式改为线上或是纸本寄送 则一申请提案截止到10月24号为止 云市新闻总部大使许焦龙新北市采访报道